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也是三十年代 一直讲到四十年代 为什么要挑张恨水来讲 因为它是一个著名的通书小说的一个作者 所以我们讲到张恨水就联想到严谨小说 也会联想到烟阳腐蝶派 那么关于烟阳腐蝶派 鲁兮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后来文学史经常引用 它往往写什么呢 难以相恋相悦分拆不开 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 一双烟阳一样 烟阳蝴蝶派 其实这些派是晚清延情小说 演变而来的 它的兴起是在1808年前后 这代表着当时有内朱炎 天息我生的 欲离焚习真雅的 是恨绵绵无杰奇 朱秀娟的等等 在五四时期曾经批判旧派小说 就是以前的旧派小说 主要是晚清的 和阴阳腐蝶派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 就掌握了多数的读者和文学市场 事实上旧派小说 包括烟阳蝴蝶派这些小说 还有武侠小说 仍然拥有大多数的读者 特别是市民读者 而且旧派小说也在变革 所以我们的现代文学三十年 那个教科书上 有一个数字的统计 它不是完全的 以前对通俗文学存在偏见 一般的图书馆里面 床的通俗文学的书籍 都是有很多切漏 一般都不舒畅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那个统计也不太完全 所以我们看另外一个统计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 它里边我们查了一下 1930年所登录的通俗小说 包括武侠小说 总共有四十多种 是吧 总共有四十多种 那矛盾在当时就说 中国的武侠小说 盛极一时 是吧 自江湖旗下转以下 模仿阴席的武侠小说 少说也有百来种 可见当时武侠小说也好 延勤小说也好 它的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 统计不上来 这个通俗小说 包括延勤武侠等等 尤雅像熟 这是新文学的一条主线 尤雅像熟 移动是新文学的其中的一条线 就像这个刚才说的一些通俗小说靠拢 海派呢 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 前面所说的 这个我们这个文教科书里面也说到 像张之平 叶林凤等等 都是新文学出身的 后来下海 从事通俗这个文学的写作 是吧 还有呢 四十年代的徐一 写那个鬼恋 那个小说的 也是新文学的作者 后来去写通俗小说 这个延勤小说 武侠小说 它的读者面是最大的 比新文学这个延肃的这些小说 它的读者面要大得多 而张恨水呢 是社会延勤小说的冠军 可以这样说 也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大家 在张恨水 他没有上过大学 只上过一个 肯直学校 就是一个农校吧 总等学校 但他兴趣在写小说 读小说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 已经看过几百部小说 包括林书翻译的那些小说 所以1919年 他到北京以后 想到北大去听课 后来呢 又到报社当教队 同时又兼任天津 吴福上海报纸的记者 后来呢 又接连在几家报纸 复宽写文章 写小说 比较早的作品 叫《村民外史》 就二十年到二九年 读者相当多 发行量就上去了 他一生啊 他写过一百多部作品 古迹张恨水一生啊 写过三千多万字 是一个典型的畅销 小说作家 他除了生病以外 他几乎每天都是 写五千字左右 有时候同时 给几家报纸写 也不会乱 这个 所以这个写 现在我们要讲啊 这个像提校音言 是他代表作 等一下要主要讲 有人呢 把这个张恨水和鲁信并列 因为现在同心 重视这个通书小说了 给他很高的位置 这有点不太缺当 因为他们功能不一样 鲁信的功能 和张恨水不太一样 张恨水的成功是因为 对通书小说 他有独特的立场 是吧 他始终不放弃 张恨小说的形式 和通书文学的那种遗落性 他立足于这个张回体 但是又能够不断地拓宽 这种传统形式的功能 去表现新的内容 追求新的潮流 那么让这种古老的形式 能够容纳不同时代的那种题材 那种内容 就是说张恨水能够把张回体 调适为一种富有弹性的 新旧皆宜的一种文体 是吧 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除了刚才说的几篇作品以外 像《金粉四家》 也是很著名的一个作品 这篇作品标志之后 他走出了奄奄福蝶派 那种风格 是吧 这是一个既有现代意义的 一个通俗作品的剧志 也是最早的畅销小说 他的读者主要是妇女 女性读者 这篇小说以金城三世通堂的 一个国务总理 这个家庭的生活 作为他主要的题材 金家 写到了一个七少爷 金燕熙 和出身豪门的一个女子 叫冷清秋 他们的一个悲剂的故事 作为一个祖先 然后穿插起来 写了这个家庭 这个大家庭 百十个人物 豪门恩艳了 最后这个家庭是走向崩溃了 树倒扶生散了 这样一个结局 这个小说不完全是暴露 也不是沉醉一些那种富贵生活 不是鲜染 是吧 整个小说并不俗气 里边呢 尽力在开决 对社会 对人生的一种认识 这本书呢 对那个平民女子 那种才艺 私情 造数的赞美 是吧 对那种 冰清 玉洁的 那种传统 风范的倾心 都表现一种道德的理想 是吧 以及呢 对那种传统道德 受到现实 无情的摧残之后 引发的那种伤痛的感慨 所以这个小说呢 它这个是一种 一百多万字了 是吧 它的是一种开放式的 它的结尾也是开放式的 它超过了一般 张匪小说的那个绝局 所以这个小说可以说 是把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打通了 金粉世家经常被读者拿来 和《红楼梦》相比较 和巴金的家相比较 都是写旧家庭的崩溃 但是显示出激烈和温良之分 你像巴金的家是一种激烈的 反叛的 那么金粉世家呢 是一种比较温良的 也有亚术之变 当然呢 巴金它是比较亚的文学 像金粉世家是面对普通的读者 但是我们应该快阔一点 这些都是现代小说 都是现代小说 张汉水另外一部名著 是啼笑音言影响更大 奠定了它 作为通俗小说大家的名声 张汉水它主要年来 是在北京报纸上发表文章的 但最终它的出大名还是靠上海 在上海登上了张飞小说大师的宝座 那时候上海它也有它的畅销书的写作圈子 一般是很难打进去的 但是张汉水在北京出了名了 所以上海人就找过来了 1929年上海新闻报的主编 就到北京来找张汉水月稿 要他写这个小说 希望能够打入老牌的奄奄福利派小说的市场 在上海主要奄奄福利派 当时上海的张飞小说 有两条路数 一条路数是路感的 就是性感的路线 另外一条路数是神怪的 就是武侠小说 而且小说的语言 一般都是文言和白话 掺杂的 半文言半白话 那么张汉水写 从张汉水开始另辟蹊径 就完全用白话来写 所以就发表以后 读者觉得很新鲜 当时像张汉水月稿的时候 为了让上海的读者感兴趣 希望加一些武侠进去 因为张汉水他是不懂武功的 他自己完全不懂武功 但是他的父亲听说 和祖父是武林高属 所以他多少也了解一点 所以早年张汉水也写过几篇武侠小说 抗政时期甚至写过一篇武侠小说 叫《中年豪侠传》 所以人家这样要求 说上海读者喜欢看武侠 要求他写 他就在言情小说里面 加了很多武侠的成分 像里面写了官秀姑 官树峰 都是武功的人 也安排了一些武功的情节 但主体上来说 提效引言还是言情小说 因为当时新闻报 上海的新闻报是一个发行量相当大的报纸 张汉水在上面发表以后发行量更加大了 他就变成新闻报的财神了 所以后来他就包了报纸的连载小说的那个位置 后来又拍电影 还打官司 当时拍电影又引起这个版权的官司 闹得沸沸扬扬 反过来又做了宣传 用现在的话来说 无意中有了炒作 名气更大了 所以后来 这个三十年代后来 他又发表了 有燕归来 叶生成 秦怀四家的六七部小说 那时候是创作高峰 很多报纸都来请他 他一天不写都不痛快 所以这个张汉水 他的啼笑因言是影响最大的 也是格调最高的 创造了畅销书的记录 他生前就发现过二十多版 达到十几万册 后来又改编成电影 续作也很多 很多跟着写的 所以这个内容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主要写一个平民少爷 范家树 和一个唱大古书的少女 沈凤喜的爱情悲剧 这是个主要的线索 里边又加进来一些 其他的人物 譬如说摩登尼郎 何丽娜 武侠的女子 关秀姑 都是加一些五香粉似的 让故事添加了一些 富丽的场景 和传奇的色彩 所以这个整个故事 虽然写的是一个很平常的 一个常见的一个故事 一个将军怎么抢一个女子 等等 后来 但其实在这个平常的故事里面 也有这个人物内心深处的描写 就比较写出了人物的特点 譬如说小说 对沈凤喜那种柔弱的 希荣的性格 天真薄弱的意志的刻画 是吧 那是比一般传统的张飞小说 他这个要深刻的都 所以这个张翰之小说 他对都市生活 以传统道德心理冲突 这个描写 他武艺中 这方面表达的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作者 这个在表现市井文化的同时 写到了很多这个都市生活的 一些各个侧面 包括人物的都市民的各种心理 这个提校音言呢 这个它的是带有很传统的那种意味 它在言秦之外呢 缠进了一些武侠的因素 它写得很细腻 但也有这种豪爽之气 是吧 它的形式呢 就是张飞小说了 但又有很比较好的心理描写 丰俗描写 风景描写 繁镜描写 这有些呢 有点借鉴了西洋小说的一种逼法 所以它的小说啊 新的读者 旧的读者都喜欢 都可以欣赏 新旧都可以接受 更主要的是适合小市民的欣赏 欣赏心理 譬如说这个除墙服用 是吧 住贫寄困 除暴安良 都是小市民的理想 在它小说里面经常都有所表现 还有有情人忠诚见首 好像这些呢 都是一种城市 都是一种常见的 但是这个 在张汉水呢 都照顾到了 所以我们讲 提校音言 金粉世家 讲张汉水 我们呢 除了了解它作品 它这种新旧 融合 这个特点 改造旧的形式 表现新的内容 这方面的特点 我们呢 还可以了解 通书小说 它是怎么生产的 这个提校音言就是一个案例 生产的案例 就是说 作家一般的写作啊 也会考虑读者接受 但多数作家 比较重视自己艺术的表现 有时候是我行我素 但通书小说作家不能这样 它必须把读者的结束 读者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 包括影视作品 它和一般的文学创作是不同的 它要充分地考虑 读者观众的需要 甚至呢 要按照读者的订单 观众的订单来制作 所以这个通俗文学 跟严俗文学 有一个很大不一样 就是说 它是由作者 编辑 和读者 共同来创造的 像提校一年就是这样 年来张恨水 他就看到一个新闻 他构思了一个小说 他要表现 自己对生活的 有些理解 有些含义 但是呢 因为 这个粤稿人 上海这个新闻报的主编 要求他要加进一些武侠的因素 要照顾到上海读者的 那种意味 所以他就改变了这个小说里面 一些结构 加进了一些人物 增加了武侠 这种味道 改变了一些模式 要满足上海人 这种阅读的需求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通俗文学 他创作 他要充分地按照读者的需求来制造 所以这是一个特色 所以功能不一样 现在我们看影视作品 电视 特别是电视作品 电影能好一点 电视里面有很多 它是按照读者的需求 这个订单来制作的 所以读者的需求 读者的结束 就参与了创作 是吧 那么张恨水 这个作家呢 到了抗战时期 也写过一些作品 直接面对抗战 国宋 遇些奋战的战士 是吧 鼓吹爱国的情怀 他的作品是很多 这是个多产作家 其中最文明的呢 是五子登科 五子登科 抗战胜利以后啊 结束大言 掠夺金 就金钱呢 你 就是你人呢 美色了 车 房 票 这钱 五子登科 还写了这个八十一幕 揭露当时官场 社会的一些储文 一张一张的写 喜笑怒骂 是吧 这个等于是新版的官场 现行记 所以这个张恨水 这个作家呢 是一个通俗作家 一个创销作家 但其实呢 他这个 在抗战时期 也写过很多 面对抗战 面对现实的一些作品 他自己说啊 不敢称 这些是什么好作品 但有一好 就是痛快 后来受到当局的压力 特务都要出来要挟 只写了十几个梦 就中止了 他八十一梦啊 其实没写完八十一个梦 他讽刺那种官场 是吧 后来就没有完 在前言里面就说 就借了一个 借故说明 为什么宗旨 就是说 他这个稿子啊 给那个耗子 给老鼠啊 把那个灯打翻了 那个油 泡在上面 稿子给吃掉了 是个讽刺 所以这个像八十一梦啊 在当时重庆延安 都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的文学史 评价也是很高 但从艺术性来说 当然他不是 张恨水小说里面最好的 是吧 所以我们讲张恨水 除了介绍他的一些代表作品 金粉丝家 体效奄言 我们还了解到 通书小说 他的生产 跟一般的 这个所谓的 严肃的作品呢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通书小说 也出现了像张恨水 这样的大家 他也有他的功能 也有他的 崇高的地位和成就 这次库啊 我们讲三十年代小说 其实我们一开始呢 介绍了三十年代文坛的 三种三派 这个创作的流向 是吧 包括这个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艺 共产党所影响下的 左翼文学 还有呢 自由主义的文学三派 这是一种面上的 大致的一种了解 是吧 然后呢 我们一个印象 三十年代出现了 大批优秀的作家 和接触的作品 形成了非常丰富的 这个文坛的景象 是吧 这个整个小说的创作呢 是比五四时期要成熟很多了 是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